明明 本日是京都競馬場 今天是春天龍賞日 今天來到京都競馬場 今天是春季的天皇賞 就是競馬場一個很大的活動 然後這個票的話呢 是天皇賞限定的票 入場的話不分年齡 一張的話是200元日幣 但是如果你要下注的話 要年滿20歲才能下注 OK 入場了 你一眼很大 好 那我們進來了 今天人大概就是像 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非常的多 今天人超多 因為今天其實除了天皇賞 還有其他的比賽也有在進行 那那一邊的話呢 就是其他比賽的馬 在比賽之前會先出來 就是亮相 讓大家看看他的狀態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是會 依據馬的狀態來下注 就是馬今天看起來是不是有精神啊 然後腳看起來是不是很有力的樣子 一堆 那天皇賞的話其實每年人都很多 西家帶券來的人也有很多 那這邊的話等一下就是會有下一場比賽要出來的馬 然後會在這邊稍微走一圈 那這裡的話呢是最近新開一個叫做ウマジョ的場所 這裡的話呢就是只有女性才能進入 然後就是提供一些應該是可以休息的地方 對但是它只有女生才能進去 所以目前在排隊的全部都是女生 這裡是最近新的地方 有馬町的地方 但是這裡的話 女性才能進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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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哪一圈 那因為馬在賽前會出來繞一圈 讓大家看的活動目前沒有 所以我們先去舞台的部分看目前的比賽 那這裡的話呢就是可以買馬券的地方 像那裡就是很多人在畫線什麼的 這裡很多人在看然後在畫線這裡就是可以購買馬券可以下住的地方 那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賽馬的舞台 這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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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裡就是 這個比賽有分成在綠色的草地奔跑 然後也有分成在裡面那個沙子的部分 那這一場的話呢是在沙子的部分跑 所以是在比較裡面那一圈的部分 哦 開始了 現在起跑了 那就是會繞一圈 現在起跑了 那就是在裡面沙地的部分 那這個還不是天皇賞 這個就是天皇賞之前一般的比賽 那競馬場的話其實平常人沒有像這麼多 是因為今天是天皇賞的關係 就是一年一度最大的活動 所以今天就是競馬場人很多 但是平常的話其實人沒有這麼多 來了來了 那快要到終點了 那因為今天人很多 所以就是大家現在情緒都很高昂 那結束了 目前的話第一名是 那第一名的話就是八號 第一名的話是八號 第一名的話是八號第二名是十二號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去剛剛的場地好了 這裡的話就是馬在跑之前會先出來繞一圈讓大家看看他的狀況 那因為其實大家就是這邊看完之後就會進去看比賽 那比賽結束之後又出來看那個下一場比賽馬的樣子 所以其實現在人很多應該是看不太到的 那等一下裡面在繞的馬就是下一場比賽要跑的馬 然後就是這邊繞完之後就會像剛剛一樣進去跑步的場地 然後就是開始比賽 那大家就是在這裡看馬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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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下注 現在出來了 那這個就是下一場比賽的馬 然後就是大家可能會看一下他的精神狀況 然後腳看起來是不是很有力的樣子 然後貓色啊 然後毛色啊等等 依據這些就是自己再來下注 OK 那我再去一次看吧 看看吧 看看吧 呃 看不見 好痛 那其實賽馬場的話 一天大概會有12場左右的比賽 那就是剛剛那個看完之後 下一場比賽要跑的嘛 然後那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邊的看板 那個看板的話呢 會有寫那個 倍率,例如說 那個單勝的倍率,單勝的倍率 假如說現在看 看一下 假如說現在看7號好了,7號大概是 4.5左右,4.5,4.6左右 那等於說如果你 下了100塊的話,就是你可以 贏大概450元那樣子 那等於說數字越高的 就是你可以贏得的倍率是越高的 那有時候也會依據那個 為參考來下注 那因為接下來要下注了 所以就是 之前有簡單說明過下注的方式 那就是首先的話呢 你要先填寫場名 場名的話呢,這裡 場名的話因為是京都禁馬場 所以就是在京都的地方花線 然後再來 Less Bangor 那個 比賽的號碼 那剛剛看了一下是8號 所以8的地方花線 然後是別的話呢 就是之前有說明過 可以選擇看是要下注一匹碼 還是說就是下注兩匹 然後選號碼 那因為 就是其實我也不太懂這個 所以就是選一個單勝就好 可以選擇看是要下注一匹碼 然後選號碼 那單勝的話呢 就是第一名的一匹碼 那剛剛看了一下 其實也看不太懂 所以就是直接選 我選13號好了 然後就是單勝第一名 第一名的一匹碼 然後13號 然後金額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自由選擇 那我金額要選 我看一下 金額選500元好了 那這樣就結束了 就是5的地方花線 然後100元 就等於說我下注了13號的碼 然後它會是第一名 那是500元的金額去下注 好 然後就是拿著這個去櫃台 然後就是可以結帳 然後再去看比賽就可以了 嘿 一個捏 熱鬧了 好 那我們現在買好碼券了 那買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像剛剛一樣 你先畫好下注的單子之後呢 就來排隊 那因為其實現在離比賽 大概還只剩下一分鐘兩分鐘而已 那就是比賽前的話是可以下注的 那就是先把錢投進去之後 再把碼券放到右上方的那個 閘口去 然後就會跑出這個券來 這個就是我剛剛買的 我看一下齁 這邊有寫單勝 單勝然後是13號 然後500日幣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看比賽好了 OK 熱鬧了 好 那我們現在買好碼券之後就來看比賽 那大概的順序的話呢 就是像剛剛一樣 就是你先看出場的碼的狀態 然後下注購買碼券 然後再來這裡看比賽 然後一天大概會有12場的比賽就是這樣子 大家就是一直持續的這個順序在走動 那這一次的話呢 因為是在那個草地奔跑 所以等一下會很近 而且這一次有買 我是買13號 所以就是幫13號加油 13號馬三尺啊 對 但是一尺就贏了 13號目前是第三名 但是因為我是買第一名 所以不知道會怎麼樣 那枝太太過分 從而中 噢啊 thriving 先生 第三號!? 但是要保住 喔 哇啊 對 又不見 哇啊 南高 minan 哇啊 走來走 中間不第五分 5吧 保持後 不然是操作的 好 不然 得到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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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概就像這個順序 那就是可以再繼續去看下一場的馬出來 下一場要比賽的馬就會從剛剛那個地方再出來 然後看完之後再來下注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看比賽 OK 這邊是吉野家的一號店 全國的吉野家 這裡的吉野家只用日本的牛肉 那這裡的話呢是吉野家的一號店 那全日本的話呢 目前是只有這裡的吉野家是使用日本郭燦的牛 那它的Menu很簡單就是只有牛丼而已 就是像之前有一陣子 國外的狂牛鎮很流行的時候 因為只有這裡是使用國產牛 所以這裡就是賣的最好 對 那它的Menu很簡單 就是只有牛丼 然後就使用國產牛的牛丼 嗨 那這裡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是KFC啊肯德基之類的 就是可以吃東西的地方 那也有摩斯漢堡 有各式各樣的餐點 那就是看比賽之前也可以在這邊 稍微吃點東西休息一下 然後我買了 天皇賞的賣金 天皇賞的賣金 我買了 我買了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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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番 15番 2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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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 は 3番 1番 2番 3番 1番 1番 5番 4番 5番 4番 4番 8番 5番 5番 7番 1番 5番 4番 好那天皇賞的馬券已經買好了 那我買的話呢是買外奪 外奪的意思就是說前三名那不指定名次的其中兩匹馬 那選的話呢是選二號跟十五號 就是這邊 這邊有就是這一次會出廠的二號跟十五號 那上面有他的名字 然後其他的話其他 其他三張是我先生買的 就是他有買三連附 三連附的話呢就是不指定名次 然後選三頭馬 那還有就是 單勝 單勝的話呢就是第一名的一匹馬 所以就是他選第一名的一匹馬是十五號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是三連單 三連單的話呢就是前三名然後需要指定名次 就是例如說他選的就是第一名會是十五號 預測的話第一名會是十五號 然後第二名會是十一號第三名會是十二號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指定名次的話呢就是買三連附 三連附的話呢就是十一十二十五 這三個就是不指定名次 只要前三名不管不管哪一個是一二三或者是一二三都可以 對就是不指定名次 那這三個會是前三名的意思 那接下來就是等天皇賞跑完之後就會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讀中了 那跑之前的話呢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這邊有今天會出場馬的資料 那天皇賞的話呢其實也是會有馬道具的 那天皇賞的話呢其實也是會有馬道具的 天皇賞的話呢就有馬道具的話呢就有馬道具 但看起來會有馬道具的 會出來繞一圈讓大家看看 那因為其實如果你看了那個的話 就是可能會來不及看比賽 所以等一下就是 不打算看BATOKU 就是直接到比賽的場地等 然後就是直接等比賽開始開跑 這樣子 それでは MATOKU それでは2018年 HARUの定能賞 そろそろ始まりますので 次はもうレースを見てください 那2018年的春季天皇賞 就快要開始了 那大家接下來就是 專心欣賞比賽就可以了 はい 人すごいヤバイ 後ろ一周とってみ 人すごいヤバイな 那這一次的話呢 因為天皇賞是大型活動 所以禁馬場真的是人非常非常的多 不知道有沒有十萬人 應該有十萬人吧 好那大概還有十分鐘左右就開始了 あと十分鐘ぐらいで始まります 很積極的 Situation 安慳 果然 恭喜 给了 坐下 要打 来来 去吧 来来来 去吧 来来来来 向克力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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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太棒了! 太棒了! 這沒這麼大人幫 出來了 第一名的話是十二一號 八號跟五號 順序的話就是十二一 八一二 第一名是十二號 第二名是十一號 第三名是八號 第四名是一號 第五名是二號 因為我買的是二號 所以他只有第五名 大家好,這是今年天皇賞 這是日本賽馬今年的天皇賞 以上です 這是グッズ売り場 這裡有販賣相關商品 像毛巾、小玩偶等等 紙巾、小紙巾等 有販賣很多有關賽馬相關商品 那看完賽馬之後 就是也可以來這邊買一些伴手禮 給自己或者是帶回去給朋友 有些還蠻可愛的 像這個小毛巾 我要買小毛巾 這樣明年就可以帶來了 競馬を見て またここで自分や家族、友達に手土を買って まあ満足で帰ります 以上です 今年ちょっと残念でした 買ってなかった 以上です じゃあね ね 改天位 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